Hello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接古木。 非常感谢大家。 可减少自由基与氧化造成的伤害,这类水果在测量氧自由基吸收能力值时显示,接古木果比蓝莓以及蔓越莓所含有的防氧化成分更多,并且富含生物类黄酮以及花青素,因为含有花青素,使得果实有独特的深黑紫色,并且是效果较佳的抗氧化剂,也拥有天然的抗病毒能力。 特别是对感冒病毒,以及一些特定的细菌有所抗性,并也具有抗炎的作用,可提升免疫力,协助消肿,增强体力,减少感冒病程的持续时间,也能够作为病后滋养身体使用。 整株的接古木皆含有营养素,例如,接古木莓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多酚、胡皮素、云香肝、圆花青素,以及生物类黄酮等物质。 有研究指出,接古木能够提升保护力,其中含有的维生素C,以及花青素,能够协助身体代谢。 接古木莓提取物的抗氧化效果较佳,含有的花青素、类黄酮,以及其他多分类物质,也能提高抗氧化的效果。 当摄取接古木莓果汁一小时后,血液中抗氧化能力会有明显的增加。 但接古木莓在加工过程之中,容易会减少抗氧化剂的活性。 因此,加工过后会降低原来的效果。 并有一项研究指出,接古木莓提取物,能够缓解发烧、头痛、咳嗽、疼痛、冲血、与喉咙痛、以及容易疲劳等症状。 但结果却并无一致性。 另一项流感患者的研究,以随机分配接古木莓提取物,与安慰剂的治疗,并可自行选择是否同时服用客流感。 实验中仅有33%有接种流感疫苗,单纯只使用接古木莓提取物,症状缓解的时间,甚至比安慰剂组还多两天。 在研究后的结果表示,流感疫苗还是预防流感的最佳方法。 接古木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写到 1. 经脂 其胃性 肝、苦、瓶、公用、驱风、避湿、活血、以及止痛等 可用于风湿筋骨痛、腰痛、水肿、风疹、银疹、骨折、产后血晕、叠打肿痛、创伤出血、与行血通落、以及筋脉不利等 2. 根与根皮 其胃性 肝、瓶 可用于 痰瘾、水肿、蟹蟹、狂胆、烫伤、跌打损伤、以及风湿、关节痛等 3. 液 其胃性 苦、凉、公用、活血、行瘀、以及止痛等 可用于 跌打骨折、风湿臂痛、以及筋骨疼痛等 4. 花 用于 发汗、以及利尿等作用 在中国,几个世纪都有用接骨木经之 治疗骨折的历史,在《本草新编》中有写道 接骨木、入骨结、砖续筋接骨 并可外用 现今接骨木 被制成蜜丸、膏药、胶囊等剂型 广泛使用在治疗骨折 与跌打损伤等症状 并且接骨木可用于 抗炎、解净、消化、滋补、免疫、抗病毒、减缓冲血 以及抗供给失调等症状 也助于治疗、感冒、咳嗽、流感、风湿病、轻微便秘、呼吸道感染 以及单纯泡疹病毒等 其功效与作用也可助于 退烧、减轻便秘、增加流汗、减缓咳嗽 与冲血、缓和呼吸、刺激循环 加强免疫系统 与对抗自由肌与发炎 以及造血与倾斜等功能 并能够有效对抗流行性感冒 接骨木花 能缓和皮肤的疼痛 在传统医学 接骨木果 也被用在舒缓关节相关性的疼痛 改善上呼吸道感染 与痛风、伤口、肾脏疾病、大骨结病 类风湿性关节炎 以及炎症相关肠胃道等症状与疾病 在中药配方中 添加接骨木精 用于抗炎时 会与其他草药配合一起使用 并也会用在治疗骨折 消肿、止痛 以及促进血液循环等作用 接骨木的根皮 具有与经类似愈合骨折的作用 至于其他部分则有表现出不同的效果 接骨木果 也有被使用于改善身体不适等症状 据说美洲土著会用在改善感染等 在欧洲则被制成糖浆 2005年时 民族药理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 在研究时鉴定出接骨木中 具有多种生物活性 包括抗发炎、抗病毒、抗氧化、抗真菌、抗虐疾 与抗损伤 以及抗肿瘤活性等 并能够降低血糖 与血脂活性 保护胃部 预防糖尿病与增加骨折愈合 以及对成骨细胞增值 与分化等影响与益处 接骨木的副作用 依据美国补充和整合医学中心的文献 对接骨木莓果与花进行妥善处理 以及接骨木提取物 在一般小剂量的摄取时是安全的 导致副作用的风险几率很低 但有可能会引起过敏反应 接骨木的树皮 以及未成熟的僵果与种子 含有凝极素等物质 食用过多容易造成胃部的不适 此外 也含有氢干的物质 这物质在特定的情况会释放氢化物 新鲜的接骨木莓果 每100克会含有3毫克的氢化物 叶子每100克约含有3到17毫克 当过量或物质未煮熟的 根 精 叶 花 树皮 雨果时 以及僵果可能会导致的症状 包括恶心 胃痛 麻木 呕吐 无力 与意识障碍 以及严重腹泻等不良反应 大剂量还可能导致严重中毒 与疾病 呼吸困难 器官衰竭 以及昏迷 甚至死亡等状况 市面上的伤业制剂 以及煮熟的僵果 在正常情况下 并不含有氢化物 因此 目前尚未有任何显著的副作用 也无报道 因为食用而造成致命的危害 需注意摄取的时期 一 孕妇 儿童 与哺乳其妇女 以及肝肾功能不佳者 因为目前相关安全性还未知 因此并不建议摄取 二 食用接骨目眉后 有出现过敏现象 请勿食用 如流鼻涕 呼吸困难 以及眼睛发痒或发红等状况时 需请立即停止使用并就医 三 有罹患自体免疫性疾病 如 红斑性狼肠 多发性硬化症 与肋风湿性关节炎 以及曾接受器官移植等 有机率会刺激免疫系统 因此 请勿摄取 四 接骨目请勿与利尿剂 清泻剂 化疗药物 糖尿病药物 与免疫抑制剂等药物一起使用 可能会干扰药物 以及产生交互作用 引起未知的风险 18岁以下的青少年 儿童 孕妇 以及哺乳期的妇女 并不建议摄取接骨目 虽然并无出现不良反应的状况与报道 但也并无足够数据可证明是安全的 接骨目也可能与治疗癌症化疗使用的物质 与泻药 利尿剂 免疫抑制剂等药物 以及其他草药 产生相互作用 并且患有糖尿病 多发性硬化症 红斑性囊肠 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症状 以及摄取保健食品等 在开始使用接骨目之前 需请医生评估是否合适 接骨目的摄取 接骨目是落叶灌木与树木 食用后容易会导致有中毒的情形 接骨目的根 精 叶 花 以及果实都含有 有毒成分 并不能直接食用 虚除去毒素 去除的做法并不困难 需要将果实去除所有种子 与杂草 并且接骨目的树枝 树叶以及树皮 含有的有毒成分 也不适合烹饪与榨汁 因此必须要确保去除 再把接骨目的各个部分 适当的煮熟 就可除去有毒物质 在食用僵果之前 也务必确认 果实是否完全成熟或煮熟 避免副作用的产生 一般接骨目酶 常被作为补充剂销售 在贩售之前的加工过程中 会将其中有毒的成分除去 接骨目营养成分 也会根据其品种 与种植因素 果实的成熟程度 以及环境 与气候条件等差异 而有所不同 其中的营养价值 也会有所变化 当摄取接骨目前 与食用接骨目产品后 有引起任何的不适与状况 都需咨询医生 了解是否适合摄取 以确保自身安全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